现在人都要跟你讲,他做东西了 吃饭要脚要翘上来 做的时候又翘卡 然后这边就这样来做 然后就这样来做,你不自觉的 特别是你往这电话的时候 你那个姿势走位了,你不懂 如果你这边的肌肉一直在 同一个地方拉那个酸出来 它久了过后,它会成一个一个一个 好像你的石山这样啦 就是你紧去山洞里面那个尖尖的石头这样 所以你的股市就成形 很多人都讲,它就会无端端会痛 它不懂为什么它会特别是早上起来 一压上地上哦,它是后面下面这边痛 肌肉有很多层的嘛,你的脊椎后面有很多层的嘛 你阿推拿按摩纸呢 所以哦,你上上腰酸骨痛的人都懂 酸酸痛哦,你很爽啊,你去泰式按摩 拉一下,你爽你一两天哦 后来它又酸回了哦 好,今天要讲的课题就是关于骨刺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人有骨刺 而且是已经开始年轻化 以前通常是六七十岁以上的人有骨刺 然后现在呢,四五十岁的人头开始有骨刺 其实不只是骨刺的问题啦 其实很多文明病啊,糖尿病啊,高血压啊 高档固醇啊,痛风啊,已经开始迈向年轻化了 恐怖的就是二十多岁都已经有这些 所谓的,以前所谓的老人病 所以没有人去探索为什么 啊,OK,现在我跟你讲 今天我要讲骨刺 你从骨刺之后,你可以反映到 可以可以就是联想到 到底为什么现在人的体质越来越差 好,今天要讲一讲,OK,骨刺哦 它到底它的原因,它的它的 OK,我们首先要define嘛,到底是什么骨刺 其实以名字跟你讲,就是骨头长出来的刺 然后,一般上通常在哪里长出来呢 常见的话呢,就是因为身体骨头很多嘛 我们看这个老大,我们的大哥 OK,全身的骨头呢,都有可能长骨刺 一般上通常会在关节 关节就是,或是肌肉比较多的地方会长骨刺 然后它慢慢长出来,一般上骨刺呢 如果它不是没有压到神经线,没有压到血管,没有压到肌肉 基本上都不会有什么痛的 所以很多人呢,它其实在长着骨刺,它也不懂 因为你不可能mola去做body check up 走去scan X-ray嘛,因为X-ray 除非就是X光,除非是有很重要 就是医生怀疑,你有不断他们才建议X-ray 因为X-ray有肤色嘛,所以一般上人的body check up 都不会做X-ray的,也不懂你自己有骨刺 直到它痛了一直,其实当你看到痛的时候呢 其实它已经压到神经线了 比如说这个人,这个人呢,我们以这个老大来讲呢 黄色的是神经线,红色的是血管 所以通常骨刺呢,如果没有压到神经线,你都不懂 然后我们身体这么多骨头啦,常见的骨刺,长骨刺呢 就是你的,OK,我们先看,就是你的脚板 脚板,昂起昂起,这个脚板,我heal,英文我们叫heal 就是你的,就是你的脚板后面这边 很多人都讲,他就无端端会痛 他不懂为什么他会,特别是早上起来 一压上地上,他是后面下面这边痛 一般上痛风是关节痛,这边前面这边痛的 这边比较少,不过有高尿酸的人 他痛的几率比较高 他有一般上这个部位痛啦,我们叫calcaneal spur 骨刺英文叫bone spur,就是骨头刺出来的 所以通常这边,这个原本本来自己都有一个比较容易 因为他有一个根要粘着这边的 所以通常是,他有可能是Tentonitis 就是你的筋膜,筋发炎 也有可能是骨刺刺到这边而导致发炎 所以这个是一个常见的地方 另一个常见的地方就是你的脊椎 脊椎哦,我们身体有这么多脊椎啦 你的颈部,我们servical spine,有7个 C1到C7,然后你的胸部的胸结 这个胸的后面,support你的肋骨的 就有12指,T1到T12 然后你的lumbar,就是你的腰这边呢 有5节,L1到L5 然后这边这一块呢,其实 他也有几块骨头结合起来吧 通常一节一节,因为有关,我跟你讲嘛 有关节,这个放大给你看 所以这个我不懂你看清楚,没有啦 我希望我的video能zoom进去 Juan,you try to zoom in OK 这边呢,你看这边它有红色嘛 其实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 骨盘突出 就是其实是这边 但是如果你一个正常的人 他的strength,他有能力会support他 但当一个人的骨头走行 就是开始变薄,你看啊 这边其实已经长了骨刺了 我们医学名词叫 Ebiph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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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错啦 Osteophyte sorry Osteophyte Osteophyte So,是Osteophyte 平常的名字叫骨刺 这边骨刺长出来 所以你看哦,如果你相比这两个或是两边来比的话 这两个加两节相比 这个你发现它比较矮的 然后这边它比较尖出来的 其实这个已经开始有骨刺 然后它因为它collapse 它的压力这样压一边 它挤这个球出来 它已经挤它出来 压到这边神经线 所以如果是LG的话呢 通常是L 比如说这个它没有讲LG啦 通常这个可能是L3,4,5 L34 中间这边压到的话 这条神全部是下你的脚的 所以你的脚可能会有麻痹 接轻之麻痹 中之你就一直在痛 特别一些部位你就会痛 这个会 这个模型会比较容易了解 中间我们的骨头跟骨头之间有一个软 软胶体的 这个Intervertebrate 这是一个比较软 它要absorb那个 好像absorber这样啦 如果一个人它有骨刺的话呢 它的骨头 它的这个脊椎 它这个脊椎 它会有一边吃一边 所以它的力 或者是它的做的知识 不管现在人 我跟你讲 它做东西 吃饭 要脚要卡上来 做的时候又卡卡 然后这边就这样来做 然后就这样来做 你不自觉的 特别是你在玩着电话的时候 你那个姿势走位 你不懂 所以长期 人会有一个习惯 它习惯做一边 做到久了过后 它压到一边的话 然后再加上它的肌肉 跟着我讲 骨刺是因为肌肉 等一下我讲 为什么会有骨刺 OK 你看啊 如果它有骨刺的话 它不能support的话 它就会 你看这边 如果它压的话 你看啊 它会压出一个东西出来 其实我们的身体里面 其实是有个液体的 每一节中间都有一个液体的 如果它的压力不能被 evenly distribute 就是平衡的分配的话呢 它有一部分的压力挤到一边 它就会起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压到这个神经 这个神经 这边神经 就会影响你的 你的 麻痹 刚才我讲 亲自麻痹 种植就一直在痛 痛到很辛苦这样 然后骨刺 OK 到底为什么成型 30 如果你找born spur 你可以去webmd找 你上网去找born spur 通常他一边都会讲啊 症状是什么啊 就是变痛了变痛了 然后 主因 我们叫 Ithology 它的导因是什么 他们暂时 他们 医学家 能推论出来 就是 因为 你可能你的关节炎 就是你长期关节发炎 就是你的身体 发炎的话呢 它会伤到这个骨头的 像骨头受伤之后 你的身体尝试 修复它 因为你受伤一样嘛 你个伤就有疤痕嘛 当你重复性一支关节炎的话呢 它又修复它的话 会导致这边会长出一块东西 所以 这个是医学家认为 就是 现在他们officially认为 可能就是 的可能性 骨刺长出来的可能性 就是 因为你长期有关节炎 导致这边 这边 骨骼修复 它长出一支东西出来 但是 有些人 他讲我没有关节炎 我一直都没有关节炎 只 突然间被发现到 有 这个骨刺的问题 这样你又用另一个角度去看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肌肉 比如说这个脊椎 脊椎最好讲的 脊椎这边 我用这个 我私下放在电脑里面 放大给你看 所以我希望至少给你看到 因为 骨头本身 你看这个人 这个中间有一支铁 在撑着它 我们人 你走路 你没有一支铁在撑着你的 你以为这个骨头 我跟你讲 如果我拆着这支铁 它是软软的 跟蛇一样的 所以到底是什么 让我们做直直的 好像我这样做直直 其实就是 因为这边包着很多肌肉的 一层加一层的 所以我们 因为你习惯 你从小就习惯 你看他baby 他没有力的 因为他这些肌肉 他没有用罐 但你长期用罐了过后 其实你在用它 你不懂他在用着 也就是说 你坐着 其实坐着都要吃力的 只是它是定型 一样 我给你一个10kg的东西 我叫你抓着 你手有动吗 没有动吗 你在吃热力吗 对不对 因为你要顶着它吗 你的手没有动吗 一样的 你的身体你要撑你几十kg 这边的压力 特别是脚部 如果你坐着的话 你所有的重心 重力 上半身的重力 全部是压在你的腰 所以腰的肌肉其实很多 油肌多 我给你看一下 这个等下我试一下 用电脑放大给你看 这个我放 mus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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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骨头我放大给你 这个是你的脊椎 我看脊椎 它到底有九层 所以我就反映这个模型的脊椎 你看这边脊椎 我转过来给你看一下 我用震给你看 我开它的一层一层肌肉给你看 肌肉 muscular 加一层 你看啊 开始有一层 这个是里面它连着它这边小结 这种小结的 一定有东西绑着它的 就是你的肌肉咯 第二层 这边有一条大条的 从连到你上去的 第三层 开始又有另一条大条的盖在上面 旁边有东西 support了 然后我再看 muscular 再加多一层 然后里面再铺多一层 中间一层 再加多一层 旁边的再加一层 再加一层 再加一层才看到你是最后一层 再加一层 还有一层在下面这边 soas 这个是soas muscle so这边哦 你正面正面B型 所以你推拿按摩 只是按到表面这一层罢了的 就是这一块肉 我isolate 看一下 我试一下 isolate so你按摩的话 你只按到这一块肉罢了的 因为它很厚啊 或者是它下面那一层 你按不到里面里面的 你按不到里面里面 最里面的是小小子 所以越靠近脊椎这些肌肉哦 如果你 你常常坐着 你又很少去拉 拉动它的话啦 你没有去squeeze它的话呢 长期哦 因为制造酸是谁 是你的肌肉制造酸 所以你的肌肉制造那个乳酸 如果你又少运动去帮助它排泄的话呢 这种酸性就会累积在你的肌肉 你想像啊 我就拿这个spunch啊 这个这个 比如说这个是你的肌肉了 它就粘在你旁边 它要support你的嘛 ok 这个support的嘛 所以这些肌肉它一定产生酸性的 特别是如果你常常坐着 然后特别现在人常常坐着嘛 所以它的乳酸就卡在这边哦 你没有拉动它嘛 你没有挤它的话呢 它的酸性一直累积累积这边哦 当你身体酸性过多的时候呢 它会开始从你骨头里面吸盖子 咦 盖是碱性的 你骨头里面最多的 这么大块哦 它会从里面吸那个盖出来 所以一样嘛 你去过山洞嘛 山洞里面有看到那个中乳石啊 Stylectic Silent Mic Stone 一直一直这样跌下来 它是怎么沉浸的呢 就是从下雨那个水慢慢吸了 这种通常是石灰山 都是很高盖的 就是那个石灰啦 Calsium啦 所以它溶解过后呢 它一直从第一个地方出 它慢慢成了一只尖尖东西 一样的 我们骨头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这边的肌肉 一直在同一个地方 拉那个酸出来 它久了过后 它会成一个一个一个 好像你的石山这样咯 就是你进去山洞里面那个尖尖的石头 所以你的骨刺就成型 通常骨刺啊 你不信的话啦 有骨刺的人 你就去验那个骨骼疏松 它一定骨骼疏松 所以这个理论比较成立的 这个是我个人从酸简 从各 就是有逻辑的原理啊 你信不信up to you 那你唯一能解释 一个人会有骨刺 一定有一条路的嘛 你如果你要解决骨刺 或是预防骨刺 你必须要知道它怎么来 就是这个东西酸性了 所以为什么怎么是排除这个酸性呢 你要 OK 你有两个选择 一就是你趁它还没有拉你的盖的时候呢 因为你看啊 它拉了成型过后啊 你很难 你唯一就是要割走它了 就是开刀 你想像哦 医生我跟你讲嘛 很多层肌肉摆着后面的嘛 你要割开 几多层肌肉它要破啊 一般上医生都不会做这个手术的 所以股市哦 除非它在脚底啊 或者比较少肌肉 然后风险比较低的话呢 医生可能会开刀把你磨掉它 一不然的话 它给你止痛药罢了 所以没有 骨刺成了性哦 就一般上很难 很难排掉的 所以唯一最重要的就是预防 你知道现在人很多有的 你不要等你老来过后 如果你不小心它压到你的神经 我跟你讲啊 每一天痛 痛 生不如死 OK我跟你讲这个原理啊 OK 现在我用酸碱的原理 这个是你的你的你的 看到吗 看到吗 OK 这个是你的你的 比如说这个是你身体的液体 比如说你天生的本来啦 本来呢你是什么 那个pH OK 我就倒一些水 然后 一下子啊 我用这个酸碱测试液啊 因为我们天生本来是弱碱的 这个是 OK 青色是中性 蓝色是浅性 黄色 橙色是高酸 黄色是弱酸 蓝色紫色是碱性啊 你看啊 我们人天生呢 就是说我们的血液都是7.34的 这个不是我乱讲的 你自己上网去找 或者是看textbook都可以了 所以都是承诺碱性的 我们天生是承诺碱性 我是中性一点点的 所以它有点偏蓝 所以比如说 这个是你baby出事哦 你baby出事的时候 我当它是不来嘛 OK 你baby出事哦 你看啊蓝色 我用这个白布做背景 它是蓝色的嘛 OK 我要戴手套先 这个我要戴手套 因为我要用那个spunch 这个其实不是很毒啦 只是我不喜欢那个颜色沾在我的手 这个是测试酸碱 现在它是碱性嘛 比如说你先出事的时候 你的碱性嘛 所以你全身的肌肉 咦 肌肉我们肌肉一层上 好像spunch 对不对 好像这个spunch 所以天生呢 这个我就挤下去了 这样我给你看啊 这个白色的spunch 你看啊 所以它会细嘛 你的肌肉就是你的身体的液体 就是它就是 所以你看到吗 这个是蓝色咯 就是一点蓝嘛 OK 所以你本来就是这样嘛 后来呢 因为你累积这个酸性 就是你吃酸性食品啊 你坐着吃薯条 吃炸鸡 又看电视又不运动的话 又不吃菜的话 又喝很多汽水的话 所以凡是有气饮品呢 都是偏酸的 因为那个carbon dioxide carbon dioxide 不是carbon dioxide carbon dioxide carbonic acid 所以我就放一点 母塞 没有怕太太 OK 我看啊 你看啊 这个OK 它开始变黄了 你看啊 变黄了嘛 OK 这边还是蓝嘛 所以但是你 你年轻的时候 你有冻嘛 就是你有冻 然后你又挤那个碱性出来 进去你的液体 你的血液里面 它就慢慢 它慢慢就把你的 你的肌肉哦 你的肌肉 就慢慢变酸性了的 你看啊 我再放一点 所以长期久了过后呢 你的肌肉开始酸性哦 因为你吃的东西 或是你少运动 主要是因为我们饮食不正常啦 然后又不喝不够水的话呢 它就开始变 它就变酸性了 它就变酸性了 你的身体的液体变酸性了 所以这些 医生他们都不看这些的喇叭 我跟你讲这个逻辑就在 不然怎么叫幼醺瓜酮 不然你那个酸的感觉就是 它就是酸啊 你的肌肉本身就制造酸嘛 所以比如说你后来你喝这个 碱性水啦 比如说你喝高盖磷 我的手是 所以高盖磷是碱性的啦 碱性 但是你没有运动的话呢 它效果不明显的 所以为什么我常常跟你讲呢 你一定要运动呢 你不要把高盖磷当鲜单啦 你要问高盖磷什么 你去看我别的视频 比如说你看啊 你看啊 高盖磷是碱性的嘛 所以你喝高盖磷 你让你身体进去的话呢 你看这个 是黄色嘛 现在我把这个高盖磷 两滴进去哦 你看它开始碱性嘛 它变成碱性了嘛 对不对 但是你的肌肉还是酸哦 因为你没有运动嘛 就算你喝高盖磷 你没有运动的话啦 你是百合罢了 我跟你讲 就是它效果不明显 它只能 它只能 那一点点 但是它里面还有酸性嘛 你明白吗 所以你必须要拉 拉筋或者是拍打 主要是拉筋 因为我跟你讲嘛 肌肉有很多层的嘛 你的脊椎后面有很多层的嘛 你按摩指呢 所以哦 你上上腰酸骨痛的人都懂 酸酸痛了 你很爽啊 你去泰式按摩 拉一下 你爽你一两天哦 后来它又酸回头哦 几天过后它又酸 为什么 因为你的酸在里面 你没有挤出来 所以唯一就是靠你自己动 你自己在动的话呢 叫你能排的几率比较高 你看它里面还是酸的 它里面还是黄的 我挤的话你看它 它会变黄色的 它旧的黄色 所以你必须要把旧的里面 藏在肌肉里面的酸性挤出来 挤出来 然后 因为你的血液已经变碱性了嘛 这样你只有在它里面的时候 你就是你挣着的时候 它才能吸你的碱性进去嘛 所以我们全身这么多肌肉哦 你一定要通过运动 特别是拉筋 所以为什么我长腿虫做Yoga 拉最多的运动就是Yoga 所以它不只是能练你的肌肉 其实它主要是保养你的肌肉 只要你没有 它不只是保养你 因为我跟你讲嘛 导致你有骨刺 是你的旁边 它周围的肌肉变酸嘛 它扯了那个 那个盖出来 就变成有骨刺了 所以你 你运动的话呢 你不只是养好你的肌肉 你同时你养好你的骨头 我跟你讲哦 骨头不养好 你老来哦 你会很痛苦啊 不管你有多少钱都好 所以你现在每天 坐在那边炒股票啊 看什么啊 看赚钱啊 跑来跑去 坐着你不动的话呢 你年轻的时候 能动的时候 你不动嘛 你老来哦 你怎样去Yoga 你动一步你就痛了 那时候你才想要去拉筋运动啊 太实了 因为你痛啊 你已经那个骨刺 已经成型了 所以我跟你讲 骨刺一定要预防的 它不能治疗的 很难治疗的 给你止痛药 你可以问那些有骨刺的人啊 他们会告诉你 有多痛苦 好 今天要分享到这边 到此为止 谢谢